大家都看过,太阳系即将毁灭的时候,面对绝境,人类开启流浪地球计划,试图带着地球一起逃离太阳系。 这是科幻小说作者想象的剧情,但实际上,宇宙中真的存在流浪行星,他们真实的样子又是怎样的画面呢? 首先,我们要知道什么叫流浪行星。 它是只受到其他外力的影响,被抛出原本的恒星系,然后流浪在宇宙中的天体。 它们不受任何天体的引力吸引,在宇宙中没有目的运动,为了搜寻这些流浪者,天文学家们将望远镜指向了围绕银河系核心的一片固定区域里,并将它称之为银河核球。 然后,它们利用引力微透镜效应,成功找到了十颗接近木星质量的星际行星。 后来,科学家通过强大的数据分析,对银河系中的流浪行星数量进行了估算,最后得出了结论。 银河系里仅仅是木星大小的流浪行星,数量就达到了大约4000亿颗,这个数字甚至是银河系里恒星数量的两倍。 流浪行星有很高的研究价值,以PSOJ318.5-R为例,它是一颗巨大的气态流浪行星,距离地球大概有75光年。 在2013年被发现,天文学家认为它已经有大约1200万年历史,它有着与那些围绕恒星运行的气态巨行星相似的特征,但因为它本身没有围绕任何行星运行,所以对它展开研究工作也容易得多。 它可以帮助科学家推进对那些气态巨行星的研究进度。 流浪行星离开原有的星系,没有了恒星提供能量,通常情况下这里一片黑暗,其温度接近绝对零度,在这样的环境下其实很难有生命存在。 但是,在1999年时,有科学家的论文里提出不同看法,它认为被逐出太阳系的行星,因为有放射性热力散失,所以即便是在冰冷的宇宙里,依旧可以保留其台的浓密大气层。 而通过数据计算,一个和地球体积差不多的流浪行星,在一个千八星期的大气压力下,里面地核发生的衰变产生的热能,也是可以提升表面温度的。 有海洋的存在也说不定,甚至因为海底的火山活动,可以为行星的生命提供能量。 所以说,在流浪行星上,存在低等级的生命也不是没可能。 而且,气态的流浪行星,它的周围可能也有像木星一样庞大的卫星系统,它们靠着卫星群和自身的潮汐作用,也可以保存热力,提供生命存在的基本环境。 所以,卫星上也有可能存在微生物。 前段时间,科学家就通过模拟实验,最后证明一颗木星大小的流浪行星,身边围绕着一颗地球大小的卫星,在足够的条件下,围绕着它的卫星上的环境,足以舒适到让人类生存。 虽然通过模拟显示,卫星的地表环境比地球要干燥很多,但是大气中的含水量却很高,足以弥补地表干燥的缺陷。 虽然这里常年黑暗,但宇宙射线可以代替恒星,提供足够的能量,以此驱动生命中重要的化学反应。 当然,这只是一次大胆的模拟假设,可最后得到的结论,却给人类带来了无限希望。 地球已经诞生46亿年了,而我们的太阳也到了中年,渐渐走向衰变了。 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变暖问题,如果找不到妥善的处理方式,不出意外,至少100万年后,地球便会不再适合人类生存了。 所以近些年来,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合适的星球作为星际移民的目的地,他们的目光大多数时候都局限于移居带上的行星或者大型卫星。 科学家们花了大量的时间造访或者观察这些星球,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,但如今通过大胆的模拟和假设,或许我们的目光可以放得更长远一些。 兴许若干年后,当我们真的实现星际移民时,目的地正是某颗不知名的流浪行星。